周深感冒了会把歌唱成什么样 他感冒了一首现场版My Heart Will Go On 也许能告诉你答案 原唱喜翁迪玲玲的My Heart Will Go On 灰红奔放歌唱那段旷世绝恋的悲壮浓烈 是撞上冰山的那一刻的痛苦 无奈 挣扎 博爱 大爱 而周深演绎如气如素 如诗如歌 气势挥红磅礴 用细腻的情感和悲天连人的情怀 歌颂苦难天下爱情的圣洁辉煌 待人凤凰涅槃 荡起回尝 回味无穷 是年迈之后的感慨 缅怀 释然 他的声音好像从天上飘落的歌声 庄严神圣 干净肃穆 能普度众生 洗掉一切的凡城 周深连绵不断雄魂无匹的气息 精确无误的音准 强魂的美感 都引起强烈的共鸣 从缥缈的弱场开始 温柔而细腻的声线齐掉 仿佛露丝对着梦中的杰克 诉说中常 不敢高声语 恐惊梦中人 第二段仍然平稳的演唱 像一个老人在平淡的诉说往事 没有轰轰烈烈的激昂 只有难以忘怀 最后一段用强魂推向高潮 思念迸发到达顶峰 我心永恒 无所畏惧 爱无止境 最后一句的哼唱将原唱的 改成了打拉打拉打赌 有一种压抑的释怀 我特别喜欢开始的 Every Night in My Dreams 脑中马上出现了电影开始的情境中 仿佛就站在泰坦尼克号的甲板上 吹着海风 看夕阳西夏 还有第三段的高潮 You are here, there is nothing I fear 仿佛感受到了船体撞击冰山时的猛烈撞击 和冰冷的海浪搭在身上的痛和刺骨的冷 有网友留言 难道周深唱的就没有任何缺陷吗 就这首歌而言 我觉得确实有 可能是感冒的原因 感觉声音没有以前清澈 头声没有以往通透 气息也好像受到了一丝阻碍 但不可否认 这首My Heart Will Go On的完成度是相当高的 唱出来的每一个音都是准确无误的 这也从侧面证明了周深的实力 我有一个不一样的认知 也许深深的感冒给这首歌增添了意外的惊喜 泰坦尼克号本来展现了光明和阴暗的两个方面 而深深的感冒让它纯天然干净柔和的声音 多了些平时没有的杂志 让本来纯澈清澈的声音多了一丝暗影 无巧不巧的把阳光之下的暗影展露了出来 My Heart Will Go On周深